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表示相关人士确定后再跟大家说明 着重在可能升温的疫情 跨年农历春节 台湾灯会等大型活动接连而来 要做好准备 疫情有升温确诊处攀升迹象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马不停蹄 日前视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听取相关简报和防疫措施 确保整体量能充足 再来也会召开跨局处防疫会议应变 确保医疗量能让市民安心 曙光就在面前 我们继续努力 在卫生局 在台北市所有的医疗院所得通力合作之下 特别是 我们联合医院在疫情上面 是我们台北市投入的资源最多的 而且接下非常多的紧急任务 我们都知道防疫系统作战会有非常多的决定 非常多的动作都要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来完成 向上发告我们波皮疗的快筛战 就是这样在非常一个紧急任务的情况下来开启 和平医院担任我们波皮疗的主干 当然待会市长会认识我们各院区的主管跟同仁 他们也都投入相当大的心力来全力支持这样的一个筛战 当然后续还有车来术还有精子的门诊以及风讯诊疗的门诊 也都是在我们联合医院快速的资源之下在台北市首先来成立再扩展到其他台北市的医疗院所 所以在这边代表局里也不用这个机会 谢谢我们联合医院各位院长各位主管各位同仁 那我想最重要的希望能够确保相关的医疗 我们的肢息人力整体的量度是冲突的 而且下个星期也会召开一个跨结束的同仁点会议 来确保整个量度的不断食材 当然同时会提醒市民朋友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疫苗不同量是冲突的 而且会持续提供接种疫苗的服务 所以只要有需要的朋友都会想要预约 确保极高自身的保护力防范什么进行 其实昨天我们也听了卫生局的相关报告 特别着重在接下我们因应最近疫情 确诊数攀升的状况 以及明天发电晚会 预见人潮一定会非常多 再来一次冲突春节 与当中会 所以我们当然是调及重言 我们这个部分一定是要来非常严重 我们决定呼吁相关的民众 我们需要都可以持续的上网预约 因为对于自己本身的疫苗以外 防范相关的新的变异株 其实我想对于整体的疫苗绝对都是好 我们其实已经着手在盘点 台北市整体的医疗量 所以不管是增加床道病床500床 或是私人机构的辅助 其实我们都会倾诉提出相关的方案 请市民朋友放心 市林地检署侦办高端疫苗公司 设内线交易 蒋万安视察联一受访指出 市林地检署去年六月就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他从去年就不断提醒未明把关 全国民众都在关注 希望相关单位清楚跟民众交代 高端从研发到制造的过程当中 透过很多讯息的释放 特定讯息的释放 造成以下阶段的波动 而造成内线交易的疑虑 那其实当时微博部 也没有对外清楚的说明 整个采购的疑虑 甚至包括当时总统院长都出来立体 其实市林地检署 在去年六月就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而金管会也移送九次 九次移送相关的资料 但是这一年半来都没有动作 昨天还缤纷16度 那我想讲的是从去年开始 我就不断的提醒检验 然后为民众把关 那我想接下来 其实全国民众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我相信也希望相关单位误往误众 然后很清楚的跟全国民众 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另外蒋万安也来到 联衣和平负押隔离病房 为病患及家属加油打气 那我们的那个团队非常的坚强 其实坚负了台北市非常重要的 真的谢谢大家 这个任务这样 那我们其实这个病房是从106年开始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那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联衣和平院区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保重身体 早日康复 也谢谢我们和平院区的所有医护人员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了关注弱势孩子的学习资源困境 家福基金会邀请艺人曾宝仪担任 无穷世代爱新大使 分享阅读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为弱势儿少的学习需求发生 在岁末年节之际 帮助他们稳定学习 传爱过好年 从小就热爱阅读的艺人曾宝仪 体会到阅读是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 因此受邀家福基金会 担任无穷世代计划 传爱过好年爱新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捐款支持 在岁末年节之际 给孩子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帮助他们稳定学习 传爱过好年 其实我觉得阅读 真的是我进入这个世界 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我记得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爷爷奶奶都会送我们 小朋友想要说学点才艺 就叫我们去学钢琴 可是小时候真的很不想学钢琴 因为很无聊 一直在那边弹钢琴弹钢琴 可是我们钢琴老师真的很厉害 他那个时候就订了那种 一个月会出一本的 中国民间故事 比方说一月中国民间故事 二月中国民间故事 三月中国民间故事 然后他就说宝姨 如果你有来上课的话呢 每个月书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读哦 为了那一套 一到十二月 我就多学了一年钢琴 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说 其实我不是真的想学钢琴 我是想要把那套书看完 然后老师又订了另外一套 忘记是什么 中国成语故事 也是一个月出一本 然后他又多收了一年的学费 我觉得这老师真的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 开始明白 我真的好喜欢看书 然后因为我觉得书里面 给我一个新的 新的世界 新的故事 那个不是我们打开电视 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中国民间故事 非常的天马行空 然后神话什么的都是 有些是跟我们的习俗有关的 然后有些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 曾经存在过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蛮喜欢看书的耶 首先我想跟他们说辛苦了 挺不容易的 就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可能就要想得比大人还要多 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些大人 到底能够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礼物 或者是分享 虽然我没有生小孩 但是我的朋友也会问我说 宝姨宝姨 你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培养的 我觉得 第一个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没关系 养成运动的习惯 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你 这一辈子最大的本钱 如果可以的话 学好一个外语 这个是你跟世界沟通的方式 最后的最后 孩子们 珍惜阅读的机会 看几本好书 我觉得养成阅读的习惯 真的是一辈子的生命礼物 因为它会让你即使离开学校了 你还是持续的在学习 你还是能够持续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 你还是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所以想跟家父的孩子们说 虽然说加油有点cliché 但是对辛苦了 然后台湾真的有很多大人在支持着你们 所以陪伴着你们 那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度过一个好年 新年快乐 喜欢阅读的小云 为了加强英文词汇和绘画技巧 积极主动查阅书籍 周六也喜欢参加家父客服班 隔代教养的小萱和小琴姐妹 由奶奶照顾 虽然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但却无力指导课业 家父提供资源与奖助学金 帮助姐妹俩持续学习 亲爱的阿嬷 谢谢你的照顾 每天辛苦的工作 让我每天开心的生活 生病或受伤的 你都会带我去看医生 还是我发现一些有困难的事情 你都会帮助我 还有你煮的菜都很好吃 亲爱的奶奶 感谢您的照顾 还有现在的我们 虽然你很忙 可是你还是会带我们去玩 还有我们发生什么事 您都会帮我们 谢谢奶奶的恩爱 贴心与照顾 最后祝您幸福健康 在家福基金会公布 最新弱势儿少阅读资源 与习惯调查中 有近八成儿少喜欢阅读 并从阅读中精进学习 自我探索 然而却有近五成孩子 因为环境限制 无法取得学习资源 其实教育对很多弱势家庭的 儿少而言 它真的是翻转人生 跟脱贫的主要的途径 而阅读当然是一个学习的 一个最重要基础 家福基金会在超过七十年的 服务历程当中 已经帮助了非常多无数的儿少 透过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资源的 挹注让他们获得了很多的成长 那我想特别是我们家福基金会 在这么多年来当中 其实运用了很多的学习资源 包括了奖助学金还有阅读书 还有等等我们很多的一些提升服务的方案 我们尽可能的去帮助我们的很多孩子 能够好好读书好好的生活 但我们可能政府所公布的一个数据当中 我们有家福有将近一半的家庭 他们的月收入是不到两万五千块 是在政府公布的每月工资以下 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家庭孩子当中 有超过九成的孩子 每学期的阅读 就是能够购买自己的客外读物的一个经费 都不超过六百元 这对很多家庭孩子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无穷世代的募款目标是七千万元 今年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目标需要达成 我们期待我们透过社会各界 共同的努力跟呼吁之下 重视我们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让我们很多的孩子 弱势孩子能够好好读书 好好生活 传爱过好年 即日起单笔捐款满两千元 就可获得由家福孩子绘制的 好幸福眉森杯套组 限量两千组 号召民众发挥爱心 为弱势孩子启动阅读力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台北市道江商职商业经营科 举行年度毕业成果发表会 主题以商业再起经营起飞 展现在校三年所学的丰硕成果 加上多才多艺的表演 让活动精彩绝伦 学生上台透过对生活周遭的观察 及对商业经营科专业课程深入研究 发表成果详细剖析专题 这是台北市道江商职商业经营科 年度毕业成果发表会 学生互相合作彼此沟通 展现技职教育以及职成 务实致用的特色 最主要就是团队精神很重要 然后就是更要去分工合作 才能去更能去完成一组PPT专题 在这次准备专题的时候 过程中就是在取材的部分 就可能就是两个影音平台 它比较极为相似 所以要找出他们不同的地方 是这个困难的点 然后还有在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就是要在那个时间内完成 所以过程中也有稍微调整一下 报告的内容 是因为他们这三年来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于就是全球 就是很多的那个消费者 他们会在就是宅在家 然后就是在家消费 然后经营社群 或者是当网红 所以就是这一次的三组的专题 就是会变成在疫情下的一个状况 然后都以宅在家 宅经济啊 或者是线上的一些消费为主 除了优秀的专题使作报告 宠物经营组也以 甲狗示范时操演练的表演 与学章界共享盛举 我们的亮点是在于就是小小朋友他们的这个成果在于他们整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以及这个染色的甚至可以接轨到所有的新娘新娘化妆新娘的这个秘书里头 包括了宠物的一个造型 它可以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摄影 所以呢 孩子们慢慢慢慢的在做一个成长 所以在这一块他们接地气 接下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国际的参赛展 带他们去参加国际的一个比赛 那当然在明年度我们会带他去参加 那接地气之后呢拿一个这个国际的一个证照 那他们能够直接到了社会上 可以直接参与社会上的一些职业 譬如说宠物的一些美容师的职业 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成果 我们也希望他们出去以后 不管就业也是不管他们就是进入到大专院校里头 可以直接做一个接轨的动作 这次可以说是有丰硕的探讨 丰硕的表现 因为我们有三件的作品 可以说是完全在我们整个市场上 未来的市场呈现出来 我们第一件呢 就是我们的Netflix and Disney Plus 这样的差异的探讨 第二件呢 我们就探讨到 我们It's our future 这个社群媒体的未来的发展的探讨 那另外第三件呢 我们也能够探讨到 网路商店跟实体商店 就是它的一个经营模式的探讨 可以说是完全呈现了我们三年所学 老师们耐心热心爱心关心的教导之下 能够把三年所学完全呈现出来 在我们现在目前的市场能够对未来市场做一个研究探讨 活动更安排学生多才多艺的表演 增添现场热闹氛围 经过三年的淬炼 学生们逐渐成熟 精实的学习 相信是学生未来在各领域的技能养分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 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总部位在美国纽约累计已经超过千万人次观赏的神韵艺术团 12月底开始巡回世界演出将在明年的2月24号到4月2号来到台湾 预计在全台五大城市演出超过25场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欣赏 累计超过千万人次观赏的神韵艺术团 每年固定在12月底会启动巡回世界的旅程 而在2月24号到4月2号将在台湾隆重登场 台北 苗栗 台南 彰化 高雄五大城市演出超过25场 观众可以现场体验到神韵艺术团穿越时空的历史画卷 神话传说 色彩绚丽的手工制作服饰 栩栩如生的转理天幕 原创音乐跟失传的美声唱法 不仅是一场视觉饗宴 更是一身心灵的启迪 这是什么你真的不能在哪里看到 这完全是完美的 很激烈 非常兴奋 给了我希望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还有不少神韵明星来自台湾 演出详情可以上神韵观望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观赏 共襄盛举台湾之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侠海城隍庙近年推动关怀偏乡 发起将偏乡证明为远乡 在儿童新乐园举办圣诞台湾卫活动 邀请原住民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同时倡导环境永续 公平贸易等议题 台湾原住民乐团 用嘹亮的歌声为即将登场的 圣诞台湾为活动暖身 台北侠海城隍庙2018年启动 送暖到偏乡计划 将物资送到将近40所学校 过程中发现偏乡一点也不偏 因此希望为偏乡来证明 其实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做很久了 比如说近五六年来 我们几乎都是把一些 庙里的应该拜拜过的 或者是我们有活动的 那些糖果饼干 就送到偏远的乡 哪知道都是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 那我们就知道说 很多人都需要我们庙里的东西 远乡它不远 它就在你身旁 那偏有一点点好像对于人的一种偏失的感觉 我们真正的讲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 12月24号25号活动里面最大的一个想要做好的 就是偏乡不再叫偏乡 我们就叫远乡 除了为偏乡证明 虾海城隍庙秉持城隍老爷重视善恶平权的精神 近年来支持公平贸易 同婚平权 并且跟上永续环境议题 与使用环保素材知名的时装品牌Gingarden 以及打造全台唯一宝特瓶回收车的FNG世代设计合作 共同推广环境教育与永续美学 我们所讲偏乡或远乡都真的很漂亮 所以像小琉球每一年的游客现在会超过100万 但是这100万的话 我们产生了超过300万个宝特瓶 所以这个宝特瓶怎么办 所以它都是用太空包一个一个进来 那我们的话是希望说透过好归宿这个计划 我们可以开着车到每一个地方 不管是它是很近很远 它其实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离我们很近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宝特瓶用什么一个方式 可以去做回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宝特瓶的话 都是要用经过好几道的流程 但是每一个流程它都是一个碳排 那你如果我们现在在讲 台湾的宝特瓶回收率的话到95% 但是没有在讲回收使用率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把回收使用率提高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车的移动可以到每一个角落 因为我在过去其实都是以就是永续时尚的概念 在做我自己的品牌 那也因为响应了2050年的近零排放的这个议题 那所以呢这个已经是当务之急 大家都必须要赶快马上去做的 所以这次在陈奥庙这边邀请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口气就赶快答应 就是希望说我们是否能够就尽一些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 就是利用我们的一个远向的议题 然后把这些永续的概念带到远向去 让圆明的小孩也可以穿着更加时尚的服装来穿着 那这一次呢我特别是以祖灵的眼睛 菱形就是泰雅族的一个祖灵的眼睛 做我的设计概念融入我的设计其中 那我希望说能够让这些泰雅的这种 像是象征生命意义的一些想法 能够在服装的概念里 所以呢我就使用了宝特瓶的回收纱 进行我的素材上的设计 然后也用祖灵的眼睛在我的图腾里面去做设计 这个城隍也我们翻为City Guard 他就是一个长官管理这个城市 所以他有权利让大家都平权 让大家都peace 所以呢我们这个还有公平茂密的 我们也做到了 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月经平权 女生也来我这里做活动 我就觉得说夏海城隍庙要做的事非常的多 然后再讲到说你既然要做远乡 当然有一些好的设计师 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未来如果学生要的制服 是不是有可以借您的手借您的想法 结果他本身也是属于我们讲的说原住民 所以他的想法就像祖灵的眼什么那种去设计 所以我这个觉得就特别美 然后还有一件比这些事情更大的 就是我们当年的产业现在变成我们的眼泪 我们就觉得原来我们当年没有去想好 这个宝特瓶会造成了多少的伤害 如果这个宝特瓶会造成海洋的污染 这宝特瓶有什么不好 那如果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呢 不是全部都不能用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使用 那再使用就先把它变成宝特沙 这里有一部车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碾了碾了以后 是现场让大朋友小朋友觉得一个趣味性 其实就是让他知道 开始认识我不要用多 我希望这个就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事情 然后我们为什么摆在儿童心乐园 我们想从儿童开始做 我希望跟着小朋友跟着年轻人 我们牵手一起向着最棒的台湾 圣诞台湾味活动将于12月24、25号 在儿童心乐园举办 现场还有圆明文化体验以及精彩演出 欢迎民众一同感受圆宇宙的魅力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1978年来自台中清水的孝连郎 在木榨开设三方制油厂 原本以花生油、芝麻油、小磨麻油起家 附近茶农送来苦茶籽、茶叶子 开启榨油新篇章 冷压苦茶油保留微量元素 茶籽油厚实浓香 让木榨老街飘香近半个世纪 也滋养着世代人 智利最好的原料做好油 挺过黑心油、史安风暴 在当地广受好评的凉油店家 是位于文山区指南路上的这间老字号门店 1978年由父亲开设 以花生油、芝麻油、小磨麻油起家 后来因为养生风气兴起 附近茶农送来苦茶籽、茶叶子 开启榨油新篇章 二代老板郑柏林重振形象 提炼品牌价值 我们到大概80年代开始 从麻油、香油的生产的数量较大 改为苦茶油的生产 跟茶籽油的生产为主 那我们的油厂 其实一直都是用最好的原料 我们其实经历从以前到现在 总共经历了三次的食用油风暴 第一次是民国69年的 多绿联本的米汤油中毒事件 那时候也是卫生局来我们这边抽茶 都是我们的油品全部都通过检验 当然这是民国72年的 北部这边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地沟油事件 那时候也是卫生局大动作来我们的店面 做一些油品的清茶动作 那那时候也是通过检验 那再来 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 2013、2014年的时候 连续两年的食用油风暴 那我们也是通过那两年 所有卫生署、饭宝局 然后还有一些食药署 都到我们的工厂还有门市来检验 那我们也是都通过检验 那我们就是用最好的原料去生产最好的油 郑柏林坚持父亲理念 传递正向能量 用好的原料 合理的工资与价格 让每个人都能吃到好油 不少客人也给予反馈 就是他们生产的最大动力 因为客人可能会想说 我们这个卖比较便宜 是不是用不好的原料 还是怎么样的因素才会这么便宜 但是其实有些客人会在帮我们去介绍 那他来买过之后再跟其他价比 会觉得我们东西是真的很好 然后价格也定得很实在 那其实这样就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一种就是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 因为客人会带给我们 透过介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客人来 所以我们以前以往也是很少 去做一些行销啊 什么促销活动啊 我们很少会做这些活动 都是透过客人的口耳相传来介绍 那之前食安事件的时候 也有一位客人 他是从台南北上 那他大概是一个80、70多岁的阿嬷 那他妈妈90多岁 那就是北上来帮他妈妈买麻油 他买完之后他回去 因为他们那时候台南那时候 好像一瓶台湾种子制作出来的麻油 好像一瓶是500 然后我们这边是卖350 他吃过之后他觉得 其实350的并不会输给500的麻油 他认为因为他已经是长期吃了 所以他的味觉是可以分辨出来好坏 他认为350并没有比500的麻油再差这样子 除了店里招牌苦茶籽油 茶籽油 芝麻酱也是老板自豪产品 我们这个麻酱的做法是用传统的石墨下去磨 然后它的磨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它吃出来的口 它磨的速度很慢 然后它吃起来口感会很细腻 然后很绵密 然后可能会跟你外面吃到的麻酱会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只有做纯黑芝麻酱跟纯白麻酱 没有再添加其他糖或是硬化剂 或其他化学成分的元素在里面 那就是有分这两个系列 黑麻酱我们是做这个 比如说早餐可以加面包、骨絲、沾馒头这样吃 那我们白麻酱是做麻酱面、凉面 或是冬天吃火锅 火锅的沾酱也可以 那黑麻酱的钙质非常丰富 那老年人、小孩在发育 或者是老年人他比较缺钙 有些人他不能喝牛奶 他有乳汤不耐症 那他如果要补钙的话 他可以吃黑芝麻酱 他去做补钙的动作 会对自家的产品如此自豪 郑柏林用自己身体来证明 在长期吃家里的油品下 身体会告诉你感受 因为我在总统府那边当铁卫队 所以他那是宪兵嘛 那宪兵他那个因为是 总统府那边都是高规格 高标准的一些要求 所以那时候 他这个生活压力又比较大 那当初吃部队里面 军队里面的食物 也会觉得好像跟家里比 好像身体会有一些发炎反应 因为每次放假的时候 身体都觉得蛮疲惫的 可是回到家吃我们自己 自家做的这个植物油之后 就是会觉得那些发炎反应的状况 会比较降低 所以那时候后来退伍之后 刚好接到家里的旺季 工厂的旺季 大概十月份开始 所以那时候家里就很忙 所以退伍之后 我就直接回来救护 那是本身的感觉 因为其实小时候也是 也没有算说身体很好 但是我也很少去看医生 都是吃自家的油 因为那时候胃也没有到吸收很好 所以那时候每次胃不舒服的时候 都是喝自己家里的油这样子 开业44年 一离当地的老子号制油厂 面临店面老旧 难以招揽新客延续好味道 二代老板决心将门店打造成 文化体验空间 期盼以导览希客新世代 那到今年我参加这个台北造起来的计划 那就是让我们的门市 再重新做一个转型的动作 因为门市以前以往的印象 对客人的印象就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倉库的概念 那店面门市比较凌乱 没有让客人一个好像 没有一个形象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是透过这一次 台北造起来的这个计划 然后把这个门面再翻新 那我们门面翻新之后 就是让东西的质感再整个做提升 那将来也预计会做一些 油品的一些体验活动 然后包含还有 还有我们的这个四种油品 我们的一些品评 品尝坚定 然后还有我们的现场 我们有我们的油桶可以 炸出来的苦茶油 有着迷人的金黄色泽 保有原来的成分营养 传统的制油厂不畏惧精致油当道 用繁复且产量低的工法 踏实地滋养着民众值得信赖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轻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全台最嗨 完全以独立乐团表演为主的摇滚鸡龙城跨年晚会 12月31号在国门广场热闹登场 虽然下雨却交不惜民众的热情 机动市长谢国梁也率领市政府团队和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前市长林又昌等人一起登台倒数 在港区船之民敌以及璀璨烟火下欢喜迎接2023的到来 穿着雨衣撑着伞随着台上乐团激昂的歌声呐喊摇摆 这里是2022基隆跨年活动现场 这场全台唯一完全以独立乐团为主的跨年晚会首度遗失国门广场举行 虽然下着雨却无法交袭民众的热情 还吸引了不少外线市民众前来 一起感受基隆的雨都摇滚魅力 我们就是从台北来 然后就是希望见证基隆的进步这样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基隆这个乐团的安排还不错 我觉得基隆跟其他的跨年晚会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请了很多独立的乐团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我其实之前跨年都不在台北 然后他们刚好我约 然后我就把我原本的约推掉 然后过来这里 还不错 雨势非常的不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非常的热情 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实力派乐团 他们的连续的嗨唱 整个带动现场的气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雨势非常的大 但是现场的热情一点都不减少 而我们这边的整个跨年晚会的最大的特色 除了是都会固定有邀请独立乐团 具有特色的乐团来实力派演唱之外呢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搭配独特的 整个港区的还有大船鸣笛以及跨年烟火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充满了基隆特色的跨年晚会 在金融市政府里摇下包括在地音乐团 萌萌萣了基隆特色的地槽 我觉得你不算是 может没爱 是的 什么是 我很认为 只有这条现在有难ja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人相见欢也一口同声 祝福基隆在新的一年 城市共好向前迈进 市民都能平安健康 心想事成 今天跨年天气是又湿又冷 不过我们基隆的民众 还是不减热情 看到有很多民众都西家带眷 也有很多是男女朋友 他们都到了我们国门广场来 跟我们共庆这个新年 也非常的开心 能够邀请到我们林佑昌前市长 来跟我们一起参加 在这边也祝大家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然后越来越旺越来越好 非常谢谢谢市长的邀请 今天晚上一起跟他 来参加今年的跨年晚会 满满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倒数 迎接新的一年 那我也趁这个机会跟所有市民朋友 来恭喜祝贺 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在新的一年呢 都能够圆圆满满 顺顺利利 那金融市在谢市长领导之下 也能够继续的进步跟发展 副议长杨秀玉则代表议会 肯定金融市政府举办跨年晚会的用心 并祝福市民新年快乐 今天真的风雨蛮大的 那这个我们基隆市的市民还是热情不减 那在这个岁末年中 这个老虎要走了 我们要迎接新的这个新兔 那在新的一年里 秋玉在这边祝我们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新年快乐 5 4 3 2 1 Happy New Year 祝贝贝贝 最后在所有人倒数声中 由国际知名烟火大师黄俊豪操刀设计 搭配在地嗨尔乐团专为基隆创作的歌曲 台湾头所打造长达7分钟的 璀璨烟火秀登场 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赏 更拿起手机相机 记录这精彩的一刻 金融市长谢国人表示 新的一年金融市将会有全新的气象 不论是市内儿童乐团 还是交通建设及就业环境改善 市府团队将全力打拼服务市民 未来也会持续努力 打造基隆成为一座永续快乐及有爱的城市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第一个升旗典礼在海洋广场举行 超过500位的民众 齐聚一堂在台湾头庆祝新年 在王明清里长的领唱国歌下 基隆元旦升旗典礼正式开始 这个地点是在市区的海洋广场 面对着大海 浓浓的海洋风情令人印象深刻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协同副市长邱佩玲与市政团队 特别佩戴象征爱与希望的粉红色围巾参加升旗 包括副议长杨秀玉和多位议员 都到场向市民朋友恭贺新年 小爱爸爸谢国良率领市府团队 跟所有的民众一起许下新年新希望 政府民间一起努力 让基隆更好 升旗典礼现场小爱爸爸非常受欢迎 来参与的民众纷纷跟市长拍照留念 小爱爸爸对于自拍已经非常熟悉 透过不同的角度拍出一张一张的美照 为这场升旗典礼留下美好的回忆 小爱爸爸谢国良在离开前 还向所有筹办活动的人员 以及维持现场秩序的远景 一一的道谢 感谢大家在寒风细雨中 一大早就出门来准备这个活动 相当不简单 透过这个元旦升旗 让基隆在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为了了解通勤族的状况 特地在清晨六点半到安乐区国家新城 跟交通处长一起来搭乘R82 了解改用游览车之后民众的体验 画面上是谢国良市长跟交通处长王俊宏 一起搭乘R82公车的状况 许多前往七堵通勤通学的民众都纷纷上车 他们认为这班车很重要可以节省转乘时间 你们是非常需要R82的对不对 很需要R82 有其他替代路线吗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替代路线 都没有 R82如果停了就 没办法去学校一定要家长在 不然就搭计程车而已 了解了解 他回来的班次多不多 半小时一半 还可以 这几天在了解除了9026以外 R82 R86跟R66的一个行驶状况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自从基隆客运停驶后 现在是委由我们的交通驻 特别聘请这个游览车 来担任这个替代这个车辆的功能 R82用三台游览车 R86两台游览车 这样子的一个替代运输功能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希望 这个乘客跟通勤族的权益 跟搭乘的品质受到太多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乘坐看看我们这种 这种改变的车辆以后的R82路线 就很好 基本上都是新的 我就觉得那里车子很棒 比之前那些客运好很多 比就是R82 现在这个R82很好 我希望可以南海跑R82路线 就是游览车比较好 请来回时间 会增加约一小时 市长也特地指示我到南港展览馆 去了解整个我们市民好朋友回程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大概从那边五点半到七点才离开 那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下班时间 那很多市民好朋友在那边候车非常多 包括后车的一个环境可能也不足 那包括整个运输的量 的确在上班跟尤其是下班的时间 基本上市民好朋友搭车的 都是不希望改变原来的路线 因为原来改变的原来路线 走新的路线会从系纸交流到下 会增加四个站 那上下班时间假设塞车的话 基本上预估都会增加三十分钟 那等于市民好朋友在上班跟下班 这个通勤的时间会多一个小时 所以保守估计这样子 整个上下班到台北通勤会从四个小时 拉到将近五个小时 我想说这个市长都一直交代说 我们要同理心将心比心到现场去了解 所以成如市长所讲 我们还是公勤公路总局 能体谅我们基隆市民好朋友 搭车的一个权力一个情形 因为很特别我们到台北的确比较远 那再次要恳请公路总局来协助 上下班尖峰的时段 以及整个路线不要再做更改 市长谢国良说 他会持续结合各单位 一起来持续改善基隆的通勤软硬体 用同理心来处理通勤族的痛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民活动中心 因为结构安全封闭五个月 却迟迟没有动工 由于对面田径厂也封闭 喜爱运动的民众 向基隆市议员韩世玉陈勤 教育处表示 1月5号就会开始动工 也会尽快寻找替代场所 让民众活动 30多位民众聚集在市民活动中心 走近一看 墙壁油漆斑驳 部分钢筋裸漏 大楼因为结构安全有疑虑 8月封管整修 那你这样基隆市 几乎都没有场地 可以让一些年长者 或者喜好运动人来运动 我们那个运动场 也是很多跑步的 只是他们进入来上班 没有过来 那因为我们是跳舞的 我们跳舞有60几个 前后架起来大概100多位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 就是说 有一个好的政策 或好的配思 政府未警告之 就直接封管 下方的市立田径厂新建案 完工日也延后 长期在活动中心 运动的民众 集体向市议员韩世玉陈勤 抱怨封管太久 又没有施工 更没有替代方案 要做这个建筑物的补强的部分 那替代的方案 有没有想到 因为也都四个多月 五个多月 要运动的 要打球的 那都没有任何的替代的点 那我是觉得身为一个政府 你本来要做一样东西 你替代的点要帮人家找好 你要拆人家的房子 要拆人家的地方 当然是我们市政府的地方 两个市民应该下面那个盖好之后 这个才够 要不然各位 我们要跑多远 跑到安乐区 跑到暖暖区 很多人跑到台北区 各位 在地运动 在地运动很重要 到场会刊的教育处人员说 施工前协调时间比较久 造成民众不便 伤感抱歉 工程会在1月5号就会动工 也会尽速寻求一些室内替代场所 提供民众休闲 市民活动中心的这个工程 其实早在105年之前 就有做过这个结构鉴定 那确实技师建议这边是需要补强的 那也透过这几年的经费争取 我们向体育署争取到了 大概5000万元的经费 可以来做一个补强工程 还有球场整建的工程 无疑就是希望带给民众更安全 更舒适的室内空间 那在过程当中一定会造成民众一些不便 那这边也是为了让民众未来 可以有更舒适的空间来做一个使用 那因为内部的还有一些市府单位进驻 所以在整个施工的协调期间会稍微 比较长一点点那这也是牵涉到整个行政空间的挪移 还有内部这些器具的清理点交等等 那目前我们都已经完成前置的协调 预计会在1月2年的1月5号正式施工 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我们体育场也封 然后我们这个市民活动中心也封起来了 打网球的爱运动的好朋友们 室内的场馆真的没有任何地方 我们等于说信义区的很多运动民众 被迫要去外区或者要去台北来去做一个运动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整个市政府来说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深入去做监导 我们要施做任何一项工程 我们必须要先想好配套做事 而且要先做好协调的工作 我觉得这一块才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政府 市议员韩世宇表示 活动中心8月就封管 11月才取得建造 不希望市民活动中心变成市立田径场2.0 要求一定要盯紧施工进度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位在信义区信二路的台船员工宿舍 在岁末年中之际 中庭里面一棵百年大龙树突然倒塌 吓坏居民住户 幸好除了压坏一辆机车 并且挡住部分居民进出之外 也赶快通知市议员陈宇前往了解 没有人员受伤 位在信义区信二路的台船员工宿舍 在岁末年中之际 中庭里面一棵百年龙树突然倒塌 吓坏居民住户 幸好除了压坏一辆机车 并且挡住部分居民进出之外 没有人员受伤 压坏一 mortar 在新二路财団宿舍 Luiza uzst 相關單位然後儘快把這邊的路數給清除掉 不然也會導致晚上可能會沒有路燈 還有包括居民通行也有一些困難 那待會可能就是相關單位會來這邊處理 里長和議員也立刻通報信義區公所協助處理 移除這棵倒塌大樹的問題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新的一年位在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分隔島上的 裝飾板突然掉落在路上 當地民眾發現危險後 立刻通報市議員失偽症前往處理 由於在轉彎處 汽機車經過時會下意識突然想要閃避 導致車輛可能碰撞在一起相當危險 幸好沒有人車受到波及 新的一年位在中山區中山二路分隔島上的 裝飾板突然掉落在路上 當地民眾發現危險後 立刻通報市議員失偽症前往處理 應該是十二檢五十幾分吧 不然一聲很大聲 結果去看 那你有看到是車子是有撞到還是沒有 車子停起來結果他有開走 應該是不是撞到應該是 不管一個比較大人手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我不知道 我們在有接候民眾跟我們講 就是在我們中山二路 我們的基隆港務消防隊 協對面我們中山一二路的中央分隔島的布置 他發生鐵片掉落的意外 那當時在路上路面上面那個用路 都說很危險 因為他那個鐵塊掉在地上的話 如果車子過去 尤其如果是汽車 尤其如果是摩托車的話 可能會造成人家受傷 那希望我們交通處 以及有關單位 可以盡快來把這個地方移除 造成不要造成用路人安全上的問題 那也感謝來跟我們通報的朋友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是暫時先將他先移動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移動 如果沒有的話 要麻煩我們相關的工程單位 趕快把它固原 或者是趕快把它移除 讓這個障礙物 不要再造成人家通勤的困擾 市委政和助理立刻先行 把掉落在路上的裝飾板 移到安全地點 並且通報相關單位前來做後續處理 避免造成意外事故發生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安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 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 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a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an 查證時可點選綠色按鈕 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 轉達給親朋好友喔 記得 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 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刑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 對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睛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式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佳琪談關心您 現在又再次備至於 中佛琪總尉